Hiii 大家好 我們是包豪影像 那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Sennheiser EW100 G3 那這個是發射器 那這個是接收器 那我們接收器的部分呢 會附上兩條線 一條呢是否相機的 一條呢是否錄音器 或者是錄影機 那發射器的部分呢 我們會附上一個MI 和MI的附件 一個MI夾 跟一個防風罩 那使用前 都要先裝上兩顆 三號電池 要先長按開機鍵兩秒 那使用前呢 我們要先設定頻率的部分 那頻率的話呢 我們預設就是U這個頻道 那如果沒有其他需要的話 不用去做一個微調 那再來呢就是一個降噪的功能 那降噪的話 盡量能開就是開到比較高一點 對 那再來呢是一個這個是與接收器 發射器與接收器同步的一個功能 那在使用發射器之前 我們可以先去開啟這個 然後讓發射器跟接收器做同步的動作 再來呢 進階選單裡面 有可以再去微調頻率 那或者是這個Pilot Tone 那這個部分呢 盡量都要先開啟要Active 如果是使用它排的話 才要做一個關閉的動作 如果是關閉的話就會 在同品牌就會沒有聲音 那AF-OUT呢就是輸出的音量 那如果覺得環境太吵 太吵雜的話可以去做一個微調的部分 把它做一個降低 那Auto Lock的部分呢就是自動鎖定 那如果怕就是使用者會誤觸到 然後不小心調到大小聲的話 可以去把它做一個Active的動作 好那我們注意到這個鎖定 即將要追鎖定 那我們如果要解鎖的話 就是先按開關機鍵 然後按下 再按SET 就可以解鎖囉 那接收器上面會有一個Mute靜音的選項 是因為發射器上面還沒有做開啟的動作 那當我們開啟發射器以後呢 Mute就會消失了 那我們發射器在使用前 我們要先將Mine加上Mine夾 再裝上防風罩 裝完之後再將線頭裝上機身 鎖定鎖定線頭 這樣就可以了 那麼謝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午再見 拜拜